嗨 大家好 我是哨喲 今天我要分享一個硬舉的小訣竅 這個小訣竅我覺得是對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明顯幫助的方法 可以提升你硬舉的成績 也能降低受傷的風險 這個訣竅叫做 Pull the slack out 簡單來說就是在你硬舉之前 製造全身的張力 為什麼製造張力這麼重要呢 我們想像一下要用一條繩子拖重物 你覺得是先把繩子拉直的再拖 還是鬆鬆的直接拖 哪一個比較有效率 在沒有張力的狀態下 硬舉不是硬舉 比較像是在硬扯槓鈴 製造好張力可以讓力量的傳遞更有效率 更順暢的把重量舉起來 硬舉跟深蹲還有握推不一樣 在開始的時候重量是靜止在地上的 要打破這個靜止的狀態是很困難的 如果起始的狀態身體沒有張力 你可能連讓槓鈴離地都很難 說了這麼多 到底要怎麼製造身體的張力 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我提供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首先我們站到硬舉的定位 手往下伸直 然後做一個寬腳鏈往下 一直到手可以握住槓子 這時候你的下半身整個後側應該都很緊 我們先完成下半身的張力 接著我們肩膀外旋 想像扭斷槓鈴 動作正確的話你的手肘會往外轉 肩胛骨會往下沉 這個時候要注意一點 你不用往後夾肩胛 因為硬舉時重量一拖 你的肩胛就打開了 等於你沒有把張力做好 你只需要外旋肩膀 讓肩胛下沉 想像要把肩胛收到後面的口袋 這就完成之後接著屁股往下 要注意不要改變膝蓋的角度 如果膝蓋的角度改變 導致膝蓋往前推 你的槓鈴會往前滾 我們要感覺身體有點向後靠 利用槓鈴當作槓桿 一直到你手中感覺到槓鈴的重量 槓鈴好像快要離地 這樣就完成起始位置 這時候我們的全身都充滿了張力 這就是一個理想的硬舉起始位置 你可以記住這種感覺 以後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找到起始位置 但是要讓身體在這種狀態下開始硬舉 如果你有看很多建立或大力士比賽 你會發現有些人硬舉動作很快 甚至是用一些比較動態的方式硬舉 這些都是蠻進階的技巧 但他們在起槓一瞬間 身體都是充滿張力的 所以我推薦大家可以試看看我剛才說的方法 先讓身體找到正確的起始位置 不僅是可以舉得更有效率 還能減少受傷的風險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LV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